接下来就是law of thirds 其实你会的third就是square root的意思 就叫做third 只是讲平时我们的square root 就是third order of two 就叫square root 然后我们有cube root cube root叫third order to three 就只是这样的差别而已 所以你要看它是order to多少 你就懂它是cube root还是square root 还是什么root 还有一个东西我们要记得是 rational number还有e-rational number 这个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rational number就是写得出fraction的 for example1 over 3 我们写出来是0.3333 然后就写不完了嘛 所以我们会放dododod 这个就叫做rational number咯 but如果我给你0.678 它就是写成678 over 1000 然后再simplify嘛 这样的写得出fraction的 它也是regional number 但是有些号码是写不出regional number的 就for example 有什么example给我想一下 比如说像这样的number 1.257309 dot the dot就是它写不完 可是它又没有sequence 就是讲这个三三三三 我知道后面还是三三三三三还是一样的 因为sequence一样嘛 但像这种number就是完全没有repeat的 我就不知道后面是什么number 我就不能写成分数 这样它就是e-regional number 然后分数是fraction啊 我怕你忘记 然后接下来是 decimal可以convert to fraction 那就叫做rational number 如果decimal是不能convert to fraction 它就是e-regional number 然后如果number is radical if the value of integral or a recurring decimal 它们就不是third third的意思就是 怎么能放square root so刚才我跟你讲过的是 像这一个 它是n root of a嘛 就是a上的number 然后它的那个root外面写的是n 所以这个我们叫做third a order n 比如说我现在要square root 9 我就叫做third 9 order 2 所以你要记得它的写法 third 9就代表那个root里面是9 order多少代表它是多少的root 然后如果这个number 它不能够simplified by eliminating the root 那么它就是叫做third 就比如说square root 2 是不是不能够define 这样square root 2就是一个third 如果我放square root 9 它可以define变成3 这样它就是not a third 是这样子的意思 so我们来看一下别的东西 这边有给我们一个table 这里有square root 3 我simplify完了 它还是square root上 因为还没得simplify吗 so我就把它换成decimal so它是一个third 因为它做不完了 square root 1 over 4 simplify出来是1 over 2 所以它不是一个third square root 11 它做出来 它也是要做不完的 so它是一个third so even你不simplify even你不换decimal 你用看的你也知道 quare root 27 答案是3 so它是not a third 因为它可以做出来 然后quare root 5 它不能够被做 so它是一个third so严格来讲 third的意思是 有留下这个root的 你做不到的 留下这个root的 它就是叫做third 有时候题目会故意跟你讲 它不要一个complete answer 像我每次 你做 可能你做square root 3 你会告诉我 答案是0.00777 就是会有一个answer 然后每次不是跟你讲 不要写decimal 因为decimal你写不完 if题目要你写decimal 它会更加要多少个place 比如要三个decimal place 我们就把这个净位 就变0.008 那个是因为question 要decimal 我们才写decimal so if question 不要decimal 我们就是留住这个 so有时候question 它不会跟你讲 我不要decimal 我要write answer 它什么都不讲 它只是跟你讲 I want to answer insert 这样你就懂了 看到sert就是要留住这个good 然后这个很重要 这个每一年都会conver 我一定要学会 如果你不会的话 你要多做几题 这个很重要 so我们会看 它要我们conver什么东西去flexion 因为这是decimal去flexion 我们会看 我们会copy出来先 看它给我们几个 我们就copy几个 then我们就会把它repeat的东西写出来 所以你会看到是0.67 然后又67又67嘛 so我就知道 它是0.67加0.0067加0.0067再加... so你要到它repeat的地方了 你不可以讲这个放676 这个放767这样子就不对 你一定要一模一样的digit 然后再repeat定了 然后写完出来了过后 你就会发现到 这个0.67就是67除100 然后这个0.067就是67除1100 sorry 然后这个就是67除1123456 6个0这样子 然后再加到的嘛 so有一个更快的方法做 就是我把他们 因为我要换成decimal嘛 decimal的话 你知道一定要跟这种 有0有关系 才可以换成decimal嘛 so我们就会把它 变成有decimal的东西 so现在我们就放一个 unown给它 放一个n给它 讲这个n就是我们的question 0.6767... 然后我知道 还要换成decimal的话 一定要100嘛 我一定要有100啊 1000啊10啊 这种才可以换成decimal so我就整个equation乘100 我就会有100n equals to 67.67... ok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然后第二个equation 就是很简单 因为哦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 我们一定要算n 我们一定要算n equals to多少嘛 所以我们没有n so很简单 我们现在就拿 我们做的equation来 变出来 ok 这个n equals to 0.6767 是from question的 我们叫它第一个equation 乘100出来的这个 是我们自己build的 第二个equation 但这两个是不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拿来做 我们拿第二个 减第一个 100n减n 我有99n 67.6767 减掉 0.676767 我还剩下67 对吗 因为后面这个 点676767 减掉这个点676767 是不是减掉了 我就有67 我就有round number了咯 then我再把我的99 move去后面 所以n就等于67 but 99 这个很重要啊 一定要备好啊 非常非常重要 它是一定会问 ok next 我教你这一个也是 因为这个哦 你会发现到 这边有个number 然后后面 插掉lipid嘛 so 插掉其他的 这个你一定要多联系啊 因为这个真的很长处 然后每次都学生 忘记这样做 ok 现在是12.6456 456 我又写不到了 645645 然后再 645 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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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现在有这个东西 是没有repeat的嘛 so我们就把它bin掉先 so我现在又要一样 我还再丢一个 anon给它 我就讲 n等于 12.645 645 645 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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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找到 它repeat的地方在哪里 你才懂它在哪里stop嘛 不然如果你用两个两个 就会发现它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要三个 三个 三个的 then跟刚才的method 一样的 只是我先把12拿出来先 12加上0点 6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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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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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那个 很重要啊 因为它是没有写完的 then 我们就分开 我们就分开做 我就不要动这个12 因为这个12会弄乱我们 so我把这个拿出来做 先就跟刚才的method一样了 我就随便再丢一个formula sorry 丢一个anon给它 我叫它a 0.645 645 645 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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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再写多一个是100的咯 100a equals to 6 sorry 我还用1000 因为这个要以三个位才准 65 645 645 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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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拿这个 减这个 就变99a 这个减这个 我就剩下645 然后就一样a等于645over999啊 sorry啊 啊 我写不到 给我画出来这边啦 呃 sorry 这个也是错的 因为是1000a减了a 所以是999a才对 so如果move过来 a就是等于645 per999 然后要不要simplify你自己喜欢都可以 因为我们还没做完 我们要把这个放回来 要加回12 所以n equals to 12 加上我们的645 per999 用你calculator就可以stop出来 然后 接下来你就要determine这个东西是不是cert 所以看你做不做的完 如果做出一个answer 它就不是一个cert 如果做不到 它就是cert so这个你try then 这个也是你自己try 如果这三个都没有问题的话 这两个就可以skip 如果你不熟的话 尤其是改这个example6 你不熟的话 1的abcd 你就做多一笔 然后这里我们有几个certs的loofs 可以背的 如果square roota乘以square rootb 我们可以combine就变成square rootab 如果square roota除square rootb 我们也可以combine变成square rootab 它其实道理是这样子 你看啊 假设square roota乘以square rootb a的那个power就是1 over 2 才叫square root b也是1 over 2才叫square root so我可以combine a times b 一起square root1不2 so我也可以讲是ab 1不2 写出来也是square rootab so它是直接跳掉这个东西 告诉你这个东西 所以你可以直接把它背起来 然后a divided by b 也是一样的deory so你可以直接combine 然后你try这四个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这个就可以skip 如果这四个不熟 你就再try这里 然后你再try看这个example 然后接下来是 如果这个example你不会的话 你就要做这个practice 我再加多一个 for example比如说 比如square root3乘以square root 想一下 ok比如说这样子 square root3我们做不到嘛 square root12我们也做不到嘛 but它两个都是square root 所以我可以combine square root3乘以12 就变square root36 then我就可以做了咯 因为6636 这样我就算到答案 那我们要同样道理 如果它是combine的 我们都没有办法做 for example for examplesquare root40 c calculator算不到了嘛 因为6636 7749 肯定没有answer的嘛 这样我就可以讲的是一个cert 但是我不能conform 还是不是cert 所以我就try咯 40我可以猜成 5乘8 也是40 然后我就可以猜成 square root5跟square root8 可是也是sort不到嘛 所以这个方法我们就不要用 我们就try别的 比如square root2 乘以square root20 这样也是做不到 又再skip 我换成square root4 乘以square root10 这样我就会发现 这个东西可以变成2 然后再乘square root10 所以这个是我最后的answer so你可以combine 为了算答案 你也可以把它expand 为了算答案 so总之能够算到答案 就是正确的 so你要去try to 想办法 看它要combine 还是要把它拆开 然后如果改那个第一顶座了 没有问题的话 这个2就可以skip 如果那个第一不会的话 你再做做一次 这个第二顶 然后我们就下来 下一个就是 我们有addition跟substraction 还有multiplication的sort so该已经教过了 如果是 比如square rootx 乘以square rooty 我可以变成square rootxy吗 可以combine吗 但是你要记得啊 如果square rootx plus square rooty 或者是square rootx minus square rooty 是不能做的 还不能combine的 你一定要算出value 才可以做 so比如说 我现在有square root3 乘以square root8 再减square root2 你只可以做这个东西 就是square root24 减掉square root2 你的答案就这样而已 就不能再做了 but你可以try to combine 就是说 这个是square root24 这个是square root2嘛 它们其实都可以变成square root2的 这个东西我可以猜成 square root2 times 12 再减掉square root2 然后这个可以变成square root2 乘以square root12 再减掉square root2 所以这两个东西都有square root2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factorize so我就把square root2拿出来 第一个 就剩下 12 减掉后面那个除以square root2 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是我的final answer so你try to做 记得要先times跟divide 才可以做plus跟minus 然后你再try看看 这个esample12跟esample13 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 下面两个就可以skip 如果esample11说13都还不熟 就把这两题 接下来是要 raisonalizing the denominator for expression involving search 意思就是讲你有那个fraction fraction就会有denominator嘛 so你要raisonalize那个denominator for他们是有sers的东西 so我们来看这一个 1 over 5的square root3 如果我们的denominator 有square root的话 我们会很难做 so我们可以raisonalize它 就是把它弄掉 我不要它 normally我们不会留square root在下面 我们只会留square root在上面 so很简单 我先try别的东西给你看 for example现在我有 1 over 5 然后我不要这个denominator 我不要这个5 我是不是想办法让它除5 它就可以变成1嘛 这样我上面这个就会跟着除5 然后它就会变成1 over 5 或者是变成0.2 对不对 so现在我们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还有一个rules 你要背起来的 就是说如果我有square root ok之前我教你 如果我square roota times square rootb 是square rootab 对不对 ok for example 现在我教你另外一个东西 如果square roota times square roota 两个都一样 它会变回a 它的theory是这样子 square root的话就是power1 over 2 再乘a power1 over 2 两个都是base a 我就写a 两个的power因为它是乘法 所以拿来加e over 2 plus e over 2 最后你会拿到a power1所以也就是a 所以square root of a 乘以square root of a 会拿回a so你看呢 我们denominator有一个square root 3 我不要这个square root 3 我就让它times square root 3 这样子等一下它就会变回3 so 1 over 5 square root 3 乘以square root 3 denominator乘什么 上面就要跟住乘什么 不然不公平 so 这是times so 这里 square root 3 times square root 3 你出来就是3 这个你忘记的话 你去用calculator算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有一个5 所以要造写 上面1乘square root 3 所以还是square root 3 所以如果你simplify出来 它就会变成square root 3 over 15 你的答案就会像这样子 你try看b跟c 然后如果ok的话 你就try example 15 一样啊 做到有部分 你可以screenshot 先给我 我再另外解释 因为我一题题解释的话 浪费你的时间去看 然后再try example 16 然后你要记得 它题目会像这样子 跟你讲到single fraction 或者是要你simplify simplify就是弄到越简单越好 single fraction就是 它只要一个fraction 就是它只要一条line 一个denominator 跟一个number 就这样了 它不要太多东西 如果example ok的话 这个就可以skim 如果example不ok的话 这边就做挑战 接下来就是 solving problem involving search 就是跟search有关的 so 它告诉你 dagram on the right shows a pyramid shape house the triangle shape at the front of the house 就是area of 这一个 length of this base is这一个 determin the height of triangle in the front of the house in form of 这一个 so现在我们要懂 它给我们东西哦 so它现在告诉我们 那个 area嘛 so我们懂 area就是 base time height 在times1 over 2嘛 so我们就先把它写出来 area time base time height will equals to 它给我们的 area 然后我们就apply进去 1 over 2 times base 它给我们是 4加4 square root 3 要bracket起来 不然你要 先times 才加 你就会错掉 所以你只要记得bracket 然后再称height 它没有给 就放着 然后 再等于我们的area area它给我们 就抄进去 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你怕忘记的话 你就bracket 这样你就不会miss掉 then我们要找的是height 这里还用t 因为它是用马来文字 t是tingi 所以还用t so你要用height 也可以不重要 没有影响到 你自己明白就可以了 可是你不要用abc啦 不然听我们get不到 到底在写什么 然后接下来 你就把它们times进去咯 这里是 2分之1 times4 再times4 so我们就先把我们的2 factorize出来先 1 over 2 照样写 这个东西 我们拿2出来 4除以2 剩下2 加 4个square root 3 divided by 2 还有两个square root 3 然后再timesh 再equals to 20个square root 3 减4 然后这个2分之1 跟这个2 就可以simplify 我就剩下 2加2 square root 3 个h 等于20个 square root 3 minus 4 等一下我要找h 我就把这个move去后面 so h 会equals to 20 square root 3 minus 4 divided by 2加2 square root 3 然后跟前面的一样 我们不可以在下面 有这个square root的嘛 so很简单 我就拿来乘 这里是2加2 square root 3 我就把它乘于2 减2 square root 3 ok 我跟你讲为什么 这个东西啊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之前我教过你 if x-square minus 9 ok sorry 这下我们学过 if x-3的square 出来会是 x-6x加9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就是我直接教你那个块的 就是x乘x就是x-square 然后 x乘-3再乘2 就会是-6x 然后减3的square 就是9 这个是我们块的formular 如果你不会 你就要这样写 x乘x x-square x乘-3 减3x 减3乘x 减3x 减3乘-3 positive 9 减3x 减3x 就减6x 加9 跟这个是一样的 这个是块的formular 然后我还有教过 另外一个是 如果你要factorize 回去的话 如果我给你x-square-9 要你factorize 你就是两个bracket 一个加一个减 这个的square root 是x times x 这个square root 是3 times 3 这是我们块的formular so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你可以expand看看 x乘x是x-square x乘-3 是减3x 加3乘x 加3x 加3乘-3 是减9 减3x 加3x 就弄掉了 就没有了 所以剩下x-square加9 跟 sorry x-square-9 写错了 这边是减 x-square-9 所以跟题目是一样的 so现在我们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把这个 乘以这个的话 就是一加一减 这样我出来答案 就会是两个的square so我就会有2乘2 是4 然后中间是减 两个square root 3 乘两个square root 3 我会有四个3 为什么四个3 因为square root 3 乘2乘3是3 然后2乘2是4 然后过后 上面的话 就一样 这里 因为denominator乘这个 so我的上面 上面也是要跟着乘这个 然后就照样乘 then你就可以拿到一个value 所以你之后就算到h so你会像他这样子 算到你的hide是多少 你try看看 如果做不到你再跟我讲 你也可以说了 觉得 你要你做一半 不会continue 或你做一半 觉得不对了 你就拍给我 看你完整的step 我就懂你哪里有问题 你不要很想 我现在丢这个题目 ok这个题目不会 这样你没有再try嘛 so你可能做到第三个 还是你做的觉得怪怪了 你就拍给我看 或者你整题都做的了 做到那个step都对 but答案不对 你就拍你整题 send给我 问我是什么问题 这样我才可以get得到 then你就try这个example spa 如果example spa ok 没有问题的话 下面就skit 如果spa也不ok 你要看出这个才会做 你就做完它 下面 如果那四题ok的话 这边八题就可以不用做 如果你觉得不熟的话 你就做八题 或者是你可以少 那样如果你觉得 你这种比较不会的 你就做看看 就练一下 练一下 看你觉得哪一个 你比较不会的 你就try来做 你就不用每一个都做 你要注意看你的level 如果你觉得你不会的地方 你就practice 你觉得你会的地方 你就skit 这样子我们的那个进度 比较快一点 因为到最后 我会给你做SPM的paper 然后我们做完SPM的paper 过后才知道你 哪一个地方是真的weak 然后我们再回来repeat 因为你不可能每一个chapter 都一直repeat 这样都没有事